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1% 日本一开盘就跌了500多点 就台北股市观察前一天美股的行情 再看比我们早一个小时开盘的南韩跟日本 那台北股市开盘大概就八九不离十了 今天开低272点 到最后收盘小跌7点 可见得低档买盘是很强劲的 所以跟大家讲过 超级财报期间 你不要去受指数影响 完全从个股出发 找业绩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趋的 这些个股跟指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你看昨天 昨天千金的股票全面大涨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吧 千金的股票是中石户的最爱 昨天千金股票大涨代表中石户开始归对 中石户买盘归对是台北股市中间的力量 可是有些已经涨高 有些还在相对低档 相对低档的补涨力道就会强 高档的就容易受限 你看今天 今天千金的股票哪些在低档 大力光在低档 对不对 四星KY 今天涨了3.2% 这是不是低档 从4千块钱下来的 从4千5跌到剩下1千6 剩下1千8 现在底部才刚好开始而已 但价格也不便宜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买4.5KY 你资金实力够 买也会赚钱 找相对还在底部的 还有谁 维影 维影今天涨了2.5% 这是相对底部才刚好开始 有没有 这是相对底部才刚好开始 翔硕 今天涨了5% 翔硕也是底部刚好开始而已 从2千6跌到1千2 股价腰斩 底部刚打出来而已 所以大盘归大盘 个股归个股 有的涨 有的跌 涨高的它会修正 跌甚至它会起来 基本面才是重要的 那选择底部的 对创意也是底部 创意从将近2千块 跌到剩下800块 底部刚刚开始上来 但创意本一比 相对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你去找这种底部相对 业绩好的股票 不用受到指数的影响 昨天美国股市 苹果挥达市场关注的两个焦点 两家公司昨天股价都创历史新高 这两只股票 带动苹概股跟挥达概念股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大陆昨天又降房贷利率 今年第三度 可借得大陆政府有心 想要把房市给救上来 房市如果救上来了 股市自然就上来了 上班给大家看过吗 这两天要注意反转讯号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今天台北股市不是台积电在带 今天台北股市是挥达股价在带 所以今天挥达概念股 鸿海今天涨了2.6% 广达今天涨了3.2% 伪创涨了2.7% 伪影涨了2.5% 技嘉今天涨了5块钱 台光电今天涨了7块半 镜像电今天涨了2.5% 这是挥达概念股 尤其底部刚刚开始上来的 所以今天挥达概念股 一样是盘面上的重点 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三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台北 礼拜天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开始预约报名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昨天美国股市 道琼跌了 三百四四点 纳达克跟飞的报道题 昨天是小涨一点点 昨天市场关注了两只股票 一档是苹果 一档是辉达 两家公司股价全部创历史新高 苹果股价创历史新高 所以多看看国际的分析 国内的分析不见得是对的 iPhone人家卖的不错 就国内评论都说卖的不好 人明明就在挣大人啊 你还在说人家营养不良 那都不丢了嘛 对不对 昨天挥达股价也创新高 143.83美元 你看之前 收链到尾声即将发动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们 收链到尖端了 要开始动咯 挥达只要一发动 会对AI概念股 带动一波上涨行情 你看最近挥达概念股是 全部大涨 从台积电开始 晶圆电 广达 微影 伪创 甚至于 双红 旗红 全部都买起来了 林特彦事先都有提醒你们了 每天看好节目 你们应该都知道 重点是你要有买 有不就比较重要嘛 用听了有什么用呢 听了没赚钱 听了也是白听的嘛 对不对 林特彦都事先 在第一时间要提醒你们了 那昨天两家公司 一个143 一个237 可是很有意思哦 两家公司 市值在PK 苹果 昨天237美元 总市值 3.595兆美元 这是全世界 最大的一间公司 市值排行第一名的 那辉达股价虽然在140 总市值 3.525兆 跟苹果值相差一点点而已 苹果3.595 辉达3.525 诶 差一点点啊 第二名 两家公司价格快差了一倍 可是总市值竟然 快要接近了 辉达会不会超车 苹果 我个人估计很快 应该两三天就会超过了 两家公司都有新的产品出来 苹果新的手机出来了 辉达新的晶片出来了 两家公司都有新的产品问世 差别在 辉达老板 经常上节目 经常被访问 那对于公司的未来 雄心万智 对不对 那公司老板 那么积极的推销自己 自然股价波动会比较快 那苹果老板很少露面啊 所以相对他的波动会比较温 会比较慢 所以我估计 辉达很快 总市值就会超车 苹果 那对于会达概念股的推动 就会有更强的一个效果 目前全球只有三家三兆元的股票 第三家是微软 微软是3.113兆 跟前两个差了0.4兆 差了4000多亿 差钱最低的 微软这三家是目前全球唯一三家 破三兆元的 第四名是Google Alphabet 2.029兆 差好多哦 第三名跟第四名 就差了一兆美元 所以我说前三名是全世界独大的三家公司 尤其苹果跟辉达 那个几乎是大到别人要追都很难追 那台积电呢 台积电是1.07兆 1.047兆 在全球排行第七名 不简单 在全球那么多国家 那么多股市 那么多上市贵公司 能够挤进前十大 已经不容易了 这都属于国际级的公司 台积电已经挤到第七名 目前总市值1.047兆美元 而且超车了 股神巴菲特的波克夏 波克夏是1.01兆 刚破一兆美元 第八名 台积电超车波克夏 所以台积电 其实它的地位也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壮大 那其实最近美国股市最强 不是辉达 不是苹果 美国股市最强还是航空股 你看连航空 两个半月已经涨一倍了 美国航空涨了46% 达美航空涨了51% 所以华航会不会被带动 兼华航涨一毛钱 外资昨天继续加码买 五天买了6万多张 上个月外资买长龙航 也买了18万张 投信从五月买到现在 买超过100万张 当法人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华航随时会喷出去 美国这两个半月最凶的 涨幅最大的 是在航空股 所以台湾航空股 也要特别注意 尤其油价 第三季的油价 下跌了17% 你知道17%的下跌 对于长龙航的获利 毛利率会提高多少 你知道吗 大概会提高将近五个百分点 所以第三季的财报 长龙航一定会很亮丽 股价随时都会有 喷出去的机会 否则法人一直加码干什么 对不对 你有长龙航的 破掉 大陆又降房贷利率 昨天下午 大陆又降了房贷利率 一年期的房贷 从3.35%降到3.10% 五年期以上的房贷 从3.85%降到3.60% 降了印码 所以目前大陆的房贷 是3.6% 台湾呢 台湾房贷的目前地板价 2.15 2.15是地板价 那最近房贷比较不好带到 所以像最近在带的话 应该都带到2.5 2.6 那也是比大陆低1%嘛 对不对 那低1%所以大陆 它还有在降的空间 最近房贷不好带 有些银行已经开到3%了 所以政府在打房 尤其在这些炒作房贷的 炒作房价的 其实不应该啦 你要炒来股市炒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何必把房价炒得那么高呢 炒那么高年轻人怎么买得起 大陆如果房市能够稳下来 股市自然是受惠的 大陆股市的部分我给大家看过嘛 在国庆前飙涨一波 国庆后快速的回档 快速回档之后会进入足底期 最近又开始慢慢上来了 今天大陆股市的部分 上证涨0.5% 深圳涨0.87% 这里如果再落第二只脚之后 黄金胶态已经出来了 黄金胶态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两天如果再落第二只脚的时候 ETF想买的要赶快动作出来了 再次ETF的部分 我们是市场上赚最多的 我们获利都超过一倍以上 只有有人做到违约交割 有人做到一天赔900万 不应该啊 大行情是要赚大钱 你把自己搞到变赔钱 怎么一回事啊 所以说你要养成低买 不追高的习惯 林的燕从来不追高 涨高我宁可放弃 再找底部的股票就好了吧 上市会有那么多的机会 何必强迫自己去追高呢 对不对 你看当时在低档的时候 林的燕每天讲每天讲 全市场没有人在讲 等到飙到一倍了 全市场都在讲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跳进去了 新高龙一天35万兆 一天50万兆 就马上全部垮下来 现在又没人在讲了 还是只有林的燕在追踪 我们持续在交易 我们在大陆国庆结束前 户深政二22.5卖出 中国50政二14块钱卖出 10块钱买22.5卖 赚125% 6块钱买14块钱卖出 133% 一天一个便当的购买 我带你一档一档 都从底部出发 开始买进 涨高就不要了 我再早就有 我再来找就好了 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去追踪 每天都会提醒你 每天提醒你就是希望 你能够记得 不要去追高 有时候看到航行在跳动 有时候会不自主的去追 那一追如果你要涨幅很高 你追进去又不会卖 那一套套在高点 要翻身都很不容易 要翻身都很难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看跌下来之后 护身政二17块钱买 中国50政二10块钱买 大跌谁敢买 你们不敢买那我来买 对不对 大跌谁敢买 不敢买我就来买了 会买底部你不会吃亏的 隔天马上就赚钱了 上礼拜三一开盘下跌6% 怕要怕死对不对 怎么一开都跌了6% 那跌6%正好啊 多给我们Q啊 9.35买 16块钱买 你看今天这两只ETF 16.67 最高16.9 你16.67 我们16块钱买的 也四%底的啊 是不是 中国50政二 今天收盘 9.65 我们9.35买的 三个金 也三%我要四%底的啊 这个底已经快做出来了哦 指标也下来落底了 大陆股市指标已经黄金交叉了 所以这边不必要紧哦 这边不必要紧哦 还有苦势要求要紧哦 想做让人家带着你做 带你进行会带你出 一天一个便当 大陆股市即将进入 全新的三年多头 未来三年大陆那边的状况 要多留意 大陆股市的变化要多留意 一天一个便当 让人家带着你做 超级财报期间 重点都在个股 不要受到指数的干扰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已经涨高的 很容易变成利多出境 所以涨高再发布利多 你还想照 就像台积电 台积电上个礼拜五 发布礼拜四发布财报 礼拜五一开高 结果呢 连跌两天了 对不对 台积电礼拜四财报发布完之后 礼拜五一开高 紧接是不是连跌两天了 都去那管呢 要买低点就要买了嘛 低点买 你才有赚大钱的空间嘛 低不敢买 等大涨发布利多 再跳进去 上戏 送死 我给大家看过 台积电的周期 都在走15天的倍数 现在已经到第28天了 上礼拜五是第26嘛 礼拜第27 今天第28 明后天台积电 如果再涨上来 力道如果一样不够强 该照力要照 基本面大方向虽然没有问题 可是行情是一波一波一波的 等下一次修正 下一次修正 下一次修正 要求高的力求就好 不要一直在做追高的动作 那个不划算 苹果卖得相当好 在大陆大乐销 尤其高阶机种 你很成长44% 所以不要再看不起人家 说人家卖得不好 那都是错误的想法 那都是错误的资讯 我刚才说了嘛 人在当大人啊 你还说人家营养不良 这样就不应该了 对不对 凭概股的部分 苹果能够享有那么高的毛利 它的供应链 毛利率被压得很惨 你看鸿海 毛利率只有3%而已啊 组装的 对不对 核硕也只有3%毛利率的组装 你看4958真顶 真顶的毛利率 也很惨啊 只有13% 净利只有2%4%而已 6269台郡 毛利率被压到剩8%而已 目前凭概股里面 利润最高的台积电 享有50几%的毛利率 大力光 也享有50%的毛利率 郁金光 也不错 郁金光毛利率也享有 将近40%的毛利率 只是凭概股里面 三档利润最高的公司 那股价台积电 已经到历史高点了 大力光 股价反而相对在低档 郁金光的股价 也相对在低档 这个随时都会出现反转 年限 五年限 全部都铺在下面 尤其今年一股 EPS上看40块钱 比去年的27块钱 去年27.2 已经很高了 今年直看40块钱 获利成长50% 股价在低档区 将股票随时 都会开始发动 你要找就要找类似这样的标的 当然我不是叫你 一定要买郁金光 我把方法告诉你 你可以一样去画葫芦 那你要买单也可以嘛 对不对 超级财报期间 记得找底部的股票买 获利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的 养成底部就要买 不要等到 涨高之后 再去追 就太慢了 你看广达 我在跟大家谈的时候 是不是低档区 240 250 广达现在多少 320了 每天讲 每天讲 讲着讲着广达爱经 今天 322 你有买吗 我250在讲的时候 我250在讲的时候 你有买吗 从250到320 一张7万块 10张就70万了 买个10张 250万你们都有啊 250万一个月时间 赚72万 很漂亮啊 对不对 这中间你随时买 随便买 都会赚大钱 你现在才想买 就太慢了 与其你现在买 我还不劝你 不要买了 再去找底部的股票 风险才会小嘛 是不是 微影也是啊 微影 在低档区的时候 营收也跟大家报告了 获利也跟大家报告了 重点是 股价3000 跌到剩1600 股价腰斩 获利翻得快一倍 我要的就是这种东西 我专门找这种机会 1700买进 1900 2000 今天 微影 2045 今天微影 2045 收盘 2025 我们1700 我们1700买的 300 300 300 一张30万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买 5张10张 买个一张 可以吧 买个一张 170万 你们都有啊 170万 赚30万 也不错啊 底部刚要完成而已 我在担心他不再下来啊 如果不再下来 就没有机会再减便宜 但直接冲出去也很好 低档买的 冲出去赚更多 那如果没有再下来 再找新的底部股嘛 你找不 找我 找不到找林德彦 你看技嘉 也是一直跟大家追踪的啊 重点是股价394 跌到216 重点是股价经过大调整 获利还持续攀升 我们要找到这种机会 涨高再去追 没意义啊 你看我们220买 240买 今天多少 有买吗 你有买吗 今天274啊 220买的 1张5万是 10张5万 买个10张220万 你们都有 220万 赚54万 你240买的 1张赚3万4 10张赚34万 240买个10张 240万 你们都有啊 240万赚34万 也不错啊 对不对 这个随时都有加速的机会 黄金交叉又出现了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档档都是底部跟大家讲的 涨高我从来不推荐 你们了解 你们了解我的作法 台光店 今年有7个月 营收历史新高 重点是股价 500多跌到剩410 时间周期21天 时间搞 21天到 413买进 都给你看啊 我没看法都给你看 你有带的吗 今天台光店 今天台光店 439 那你上个礼拜 413跟我一起买 一张是不是2万5 10张是不是25万啊 刚要开始动而已哦 都要开始订单而已哦 22天的周期 才刚要开始发动而已 懂得危机路是 你才有超二的利润 才到KY 连续3个月你收历史新高 这个基本面我就不再重复了 每天讲你们都很清楚 每天讲你们都很清楚 44天 22天 21天 22天 固定都在走22天的循环 22天才刚开始而已 22天的周期才刚开始而已 随时都会加速喷出 最近外资也开始 每天 800张1000张 开始在买 材料KY了 今年一股上看100块钱的获利 不要把它给玩笑了哦 去年一度涨到 百比20倍 今年如果百比20倍的话 哇 赚翻了 赚翻了 我专门找这种机会给你 你跟着我一起做 这天一个便当而已 亚乡 目前手中在建工程 1291亿 前9个月营收 才480亿而已 所以第四季 会开始进入密集的完工期 所以第四季营收 应该会快速的攀升 那股价表现 20天 40天 20天 21天 你看是不是固定每个循环都 大概20天 21天 这个也是刚开始进入 20天的上涨周期 开始进入20天的上涨周期 水席会噴出去 啊 水池会噴出去 早中底部赚大钱的股票 就是你赚大钱的机会 金箱店也是啊 21天 21天 同样的时间 我们187买的 今天多少 今天200多了 今天202了 今天203 你如果197 87公平起买 最低号183 好了 就算买187 今天203 一张15块 一张15万 十张15万 刚开始而已哦 第三季的财报 也是创新高的财报 所以不要受到指数的影响 超级财报期间 重点都在个股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 下午台中 三场讲座 我来告诉你 超级财报隐藏版的标股 两档隐藏版的标股 为什么叫隐藏版 还没有人知道 而且不能说 这两档都是台积电的供应商 台积电财道供应商 这段期间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有的本位比50倍 有的60倍 有的更高 这两家本位比都只有12倍跟15倍 更重要的 连续三个月营收创新高 第三季获利也会创新高 还没发布 等它发布又太慢了 今年获利也会创新高 股价经过大修正调整 还在底部 我股票都公开讲了 这两支为什么不能公开 因为股本只有2亿 广达股本200多亿 技嘉股本70几亿 这种中大型股本 我公开讲不怕 股本只有2亿 你想哦 2亿的股本股票很少 我如果公开讲 大家都跳进去买 那它就不会涨了啊 对不对 哪一个主力法人那么笨 散户买了 都买完之后 主力在帮你拉台的 没那种事啦 所以这种小型筹码股 只有两亿股本 我们点点的买 点点的买 但我买完之后 主力法人一进来 开始拉台 我们就默默的 点点的抬就好了 所以因为股本很小 所以我没有办法公开 未来我也不会开 除非它涨了一大段 我才会讲 那你想赚没问题 报名讲座 现场我来告诉你 超级财报隐藏版的标股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 下午台中 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估计不投资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